咱把你安插进中书省 就是想让你这样的血气方刚的干力 好好地蹴一蹴那些庸碌的老臣 不知不觉中杨县就成了 朱元璋的又一把尖刀 而他成刀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披向中书省老大李善长 可在李善长看来 杨县充其量是把削笔刀 所以根本不放眼里 却不想这把削笔刀 很快就让他领教了 什么叫做短小惊悍 这十来天你总是目不作声 四处观察 杨大人肯定在酝酿改革方略 这话的意思是 你小子来我地盘十几天 整天到处乱愁也不说话 到底憋了什么馊主意 赶快说来让我听听 看你还能翻天了不成 比如说 凡中书省官员在阁中办差时 最好禁止让座请察 李善长正又在喝茶 差一点被掖住 这不是说现在的我吗 这 这是为何呀